一切过往 皆为序章 港交所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显示 去年底 马云及其在蚂蚁集团的三名原一致行动人 景贤栋 胡小明 蒋方 一次性清空在亚伯科技 邮保在线等六支港股的权益 方街人士解读 马云等四人清空港股上市公司权益 是为扫除关联交易 加快蚂蚁集团上市的审计 审查速度 去年12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 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 进一步明确支付宝 财富通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规依据 12月29日 央行官网公事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已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支付宝公司成立于2004年 为蚂蚁集团控股子公司 是支付牌照持牌主体 种种迹象表明 去马化的蚂蚁集团正重启相关进程 加快上市运作 罚款71亿元 蚂蚁艰难过关 2020年11月 蚂蚁集团上市 在最后一刻被紧急叫停 公司随即进入持续三年的整改时段 在工作组进驻 金融监管部门两次约谈之后 蚂蚁集团在五大整改措施 涉及严禁不正当竞争 保护个人数据隐私 完善公司治理等 去年7月 国家金融管理总局 央行 证监会联合发文 对蚂蚁集团处以71亿元的重量级罚款 创下央行史上最高罚款记录 相关处罚决定特意点出 蚂蚁集团过往年度 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巨额罚款之后 蚂蚁集团的三年整改终于告一段落 蚂蚁集团的整改持续三年 在公司治理方面最大的一项举措正是去马化 相关股权架构显示 云博投资通过杭州军汉 杭州军澳两大持股平台 合计持有蚂蚁集团53.46%的股份 为间接第一大股东 马云 景贤栋 胡晓明 蒋方四人 分别在云博投资持股3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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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云博投资公司张成四人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 马云实际支配云博投资股东会 从而四两拨千金 以少量股权实现对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 去马化 投票权结构改革 作为去马化整改的关键举措 蚂蚁集团去年1月对外公告四条主要安排 核心为投票权结构改革 一是马云 景贤栋 胡晓明 蒋方解除在云博投资的一致行动关系 一是马云退出云博投资 景贤栋与另外四人分别通过股权转让 持有云博投资20%的股权 一是云博投资从杭州军汉退火 并组杭州兴涛入伙杭州军汉 杭州兴涛由马云与另外四人分别持有20%的股权 一是云博投资 杭州兴涛全体股东承诺单独行事表决权 不与任何其他方达成任何行事的一致行动安排 不单独或与其他方共同谋求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四条安排为触及马云的实际经济利益 却彻底打碎原有的资本控制关系 让马云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一夜间化为乌有 除此之外 蚂蚁集团又对董事会构成管理层身份做出规定 新的蚂蚁集团董事会将包括9名董事 其中5名为独立董事实现独懂过半数 景贤栋 倪行军 曾松博 彭一杰等蚂蚁集团管理层成员 不再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 强化与阿里集团隔离 经过一年的旅行程序 审查审批 蚂蚁集团投票权结构调整方案完成交割 随着央行正式公示支付宝为无实际控制人 蚂蚁集团这一轮去马化尘埃落定 顺利过关 去金融化 彻底退出小贷 投票权改革之外 蚂蚁集团的业务整改同样大刀阔斧 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去金融化 主要举措包括花呗 借呗实行品牌隔离 分别升级为 信用贷 信用购 降低个人负债杠杆 关闭网络互助平台相互保 加速与网商银行切割 逐步停止支付宝提现 转入网商银行二类账户等业务 主动降低余额保额度 天红余额保货机的规模 由巅峰时期的1.6万亿元 降低至不足7000亿元 2022年7月 蚂蚁集团又终止与阿里集团的数据共享协议 去年7月 12月 建北园运营主体 重庆蚂蚁商城小贷公司 花北园运营主体 重庆蚂蚁小微小贷公司 分别变更为信息技术公司 经营范围去除办理贷款 票局贴线 资产转让等业务 宣告蚂蚁集团彻底退出小贷业务 同在12月 蚂蚁消费金融完成增资 进一步股份分散化 引人注目的引入国企股东 投资板块 蚂蚁集团也在刻意做小 先后退出财新传媒 36克 芒果超媒等媒体资产的股东序列 其中 芒果超媒买入不到一年 清仓之举 浮亏23亿元 与此同时 蚂蚁集团在中安保险的持股 已有13.54% 下降至10.37% 估值跌7成 蚂蚁压住大模型 2020年上市前夜 蚂蚁集团估值2.1万亿元 为全球最大独角兽 三年过去 蚂蚁集团估值下降7成 不足6000亿元 全球最大独角兽的名号 早已被字节跳动取代 根据阿里财报显示 蚂蚁集团2022年 实现净利润312亿元 较上一年的730亿元 下降57% 不过 三年整改 同样也是蚂蚁集团的三年转型 对于公司定位 蚂蚁集团董事长兼CEO景贤栋 一再强调 蚂蚁一直是一家科技公司 而非金融公司 三年转型之后 蚂蚁集团将旗下业务 树立为数字支付 数字互联 数字科技等板块 依旧为国内排名第一的 Fintech公司 数字科技 是蚂蚁集团最硬核的板块 构成了蚂蚁帝国的技术底座 经过多年持续投入 蚂蚁集团在AI 区块链 隐私计算等领域 完成技术积累 接连发布图数据库 2Graph 分布式数据库 Oceanbase 蚂蚁链等明星产品 去年9月 蚂蚁金融大模型正式发布 一口气退出 知晓宝2.0知晓柱两款 AI助理 在当月举办的 外滩金融大会上 景贤栋套用电影 奥本海默的一句台词 大模型的出现 不是一个新技术 而是一个新世界 去马化去金融化之后 蚂蚁集团可否走出 估值低谷 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也许 时间会说明一切 我们该说明何卜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感谢观看